为子孙为万事许下大美山川 我们希望全中国都能蓝天常在 青山常在绿水常在 守住他们就守住了最好的资源 今天的中国正在用更多低碳的改造方式 去兑现绿色发展的承诺 未来将是更美好的明天 感谢旺仔QQ堂 给予奇幻科学城的大力支持 我们在提前感受未来生活的同时 也感觉到VR技术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 虚拟现实行业的资深专家孙文博先生 为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孙文博 虚拟现实教育领军品牌合伙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专业特聘教师 在过去的一年中 VR以迅雷不羁眼耳之势 快速融入到多个领域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广告中使用VR技术 比如汽车制造商利用VR推出虚拟驾驶 当用户戴上VR眼镜后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车色 自由自在地进行试驾 既有时效性又很便利 VR试驾颠覆了传统试驾和看车的繁琐流程 采用VR技术 模拟出虚拟的试驾场景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完整的试驾体验 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其实我们从虚拟现实或者是从VR技术 这个名词进入我们的生活 最开始是通过娱乐 通过游戏 在今年9月21号中国东盟弃博会上 人们了解到说是VR这个视频技术呢 以后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进行选车 还能够帮助我们进行驾驶 还能够帮助我们以后在驾校考试 用这套技术就可以了 没错 其实虚拟现实从本质上来讲 它就是一种视觉仿真技术 那您提到的虚拟现实驾驶 随着我们这两年 一些虚拟现实外接设备的逐渐成熟 我们逐渐增加了一些体感上面的一些交互 就更真实了 没错 比如说原来可能我们只能看到视觉上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接入一个驾驶舱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做虚拟现实的试驾 或者虚拟现实的模拟驾驶 其实说虚拟现实驾驶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游戏了 但是具体怎么能够帮助我们买车 就是我们不用去这个车行了 不用去4S店 我们直接就用虚拟现实技术就买车了 这个怎么买法呢 未来如果您仅需要一个头盔 在家里你就看到所有市面上常见的车型 从车内的结构到车外的外形 甚至我们可以随时的改变车身的颜色 供您选择